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四位的分数 朱杰2200块 葳葳2200块 黄一新1500块 婚礼2700块 四位当中有一个人是大忽悠 你们各位要做的事情就是 看准了 站稳了 看看谁是大忽悠 马上站到他们的身后就可以了 现在还有点时间 给每位20秒的时间 真情告白 说服这些位 不要站在你的身后去 来 朱杰开始 各位看官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大家要睁大你的眼睛 我呢 不是一个大忽悠 我从头到尾 这个耳机里就没发出过任何的声音 但是呢 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可靠的信息 因为这个提供信息给我的人也非常的可靠 那就是郭老师 他三番四次在暗中送秋波给我 让我觉得 可能我自己想错 但是让我觉得 我身边这个韦威有很大的嫌疑 韦威 你是怎么讲的 我不是大忽悠 信我没错 我觉得肯定是一心 黄一心 那个 我相信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完了 完了 好吧 好吧 来 关灵 我觉得每次在 到底是谁都玩得很开心 由于这个智商和聪明嘛 所以一般分都比较高 哎 你自己捧出去有意思吗 我是冤枉的大忽悠 但今天是大忽悠 目前谁是我觉得比较不说明 还不太好看出来 嗯 朱杰还是我怀疑的对象 嗯 好极了 四位都说完了 看看现场的朋友们 你们认为谁是大忽悠 站着他的身后去来行动起来 词词